各位XF的玩家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開箱SPA-LINE 3分鐘短開箱快速掌握新科技 我是編輯YY 這集要跟玩家分享的是 來自Cloormaster新款的MASTERFAN系列風扇 SF120R及MF200R 那就讓我們一起Make it yours,Make it RGB 以散熱起家的Cloormaster產品線從風扇、散熱器、機箱一直到近期的各式周邊應有盡有 這集要介紹給玩家的是 CS2019推出的新品MF200R ARGB風扇及SF120R RGB ARGB風扇 首先看到MASTERFAN MF200R ARGB風扇 相信玩家對這個20公分 大風扇的印象並不陌生 那就是曾經出現在H500M機箱中的魔幻大眼風扇 MF200R 800RPM的轉速雖然不高 但是其有著20公分的大直徑大面積 因此可以提供90.3CMF的大風量 那在使用上適合作為機殼排氣或進氣所使用的風扇 至於燈效部分支援四大板卡廠的控制軟體 燈效部分就透過影片讓玩家們自行體會囉 好 接著要介紹給玩家的是CS2019新推出的MASTERFAN SF系列風扇 那SF的意思是SQUAREFAN的縮寫 顧名思義就是 這一系列的風扇都採用的是方形的外框設計 那新的SQUAREFAN系列訴求的是透過 將風扇的四周填滿 然後把空氣完全屏蔽 藉此達到更好的風壓風流表現 實際應用上就會是偏向水冷排或是塔散等散熱器上 那這邊就先來看一下SF120R RGB的燈光效果吧 看完SF120R RGB版燈效之後 可以發現COVERMASTER在RGB風扇的燈色呈現上 不論亮度、飽和度都控制得相當好 除此之外SF120R採用的是自家的來福軸扇 具備低噪音、不易漏油以及高壽命等特色 多數MASTERFAN系列風扇都採用這款軸扇 因此這也是MASTERFAN系列風扇受玩家喜愛的原因之一 想要更了解COVERMASTER MASTERFAN系列風扇 可以到XFX網站上觀看詳細的評測報告 如果玩家對3C開箱有興趣的話 也別忘了在官方的Youtube頻道訂閱、留言、按讚、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唷 我是編輯YY 我們下集開箱SPA-LINE 再見 掰掰